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到大我们重复填过无数表格 长大后也可能需要审核各类文件 可曾想过这一切如果都电子化 并且能够随时追踪这些正确且不可篡改的资料吗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教育区块链 给生活带来的各种惊喜吧 在现今的劳动力市场 学经历的认可度及真实性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来记录 且验证我们的学经历 那这些关注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在教育区块链的陪伴下 孩童从出生起就有一本属于自己的终身学习护照 以记录个人资料以及这一生的学经历 从幼稚园起各种经历都将被记录 这对于未来个人兴趣的培养和选择有极大的帮助 此外学校还可根据记录英才施教 父母也更加了解自己的子女 互动和交流因此增加 在步入中学后 个人兴趣的培养及经历 影响着未来人生观化的每一步 未来可输出国外的教育区块链方案 可让民众快捷申请进来学校 可以想象当我们面临深选大学时 就可以通过重生学习护照申请 学经历记录一目了然 个人价值完美体现 个人隐私彻底保护 而学校更无需追溯资料来源和其真实性 一键申请稳步向前 而丰富的大学生活给人生增添的色彩都会被记录上链 更重要的是 小语区块链还能将论文编号上链 包括影音内容也帮论文照相 除此之外 未来学生控制面板上的资料 将利用大数据生成更有价值的资讯 让我们更了解自己 也让学校更清楚学生的状况 在不久的将来 让受雇公司更了解员工 在完成学业后 中生学习护照可被整合成公正且真实的CV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公司只需利用相关APP扫描电子CV上的QR Code 即可验证其真实性 公司验证省时省力 民众求职方便快捷 进入社会的我们 依然在学习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学者年龄的增长 人生的阅历也不断累积 而中生学习护照的脚步也不会停 将守护民众完成慢慢历练之路 教育区块链可做的远不止这些 其智能合约的功能将给助学补助和贷款换上新面貌 当符合特定条件时 数学投资人的基金将自动拨到学生账户中 交易记录也会被整理上列 值得一提的是 教育区块链所拓展出来的应用 除了学生可通过活动等 获得点数以及购买点数等 教师还可透过发表文章 给自己累积人气和点数 并可用于校园和合作商家 强盛国力靠人才 发展教育区块链将全面提升国家教育水平 以及台湾在国际教育局等生育 慢慢人生学习路 有教育区块链的陪伴 我们将走得更顺更美好